我看那個實踐委員資金處 你跟其他要換人的調查 你說誰 實踐委員 我覺得這個事情就是這個樣子 這就是為什麼法律真的很不適合拿來做政治鬥爭 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 是因為呢 在法律上 有時候呢 檢方還有律師 還有法官三方想的事情都會完全不一樣 這也是為什麼呢 我們台灣司法上獨立 我們要尊重司法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在這幾天呢 大家可以看到呢 司法 還有我們的法務部 還有我們的檢察官不斷的被批評 然後說這一個司法已死 檢查系統已死 那現在呢 如果沒有疾養的話 難道他又復活了嗎 我覺得這當然是一個 比較不成熟的一個做法 大家應該還是要尊重 不管是貴賂還是徒利 他的要件其實都沒有那麼的複雜 就是那三四個要件而已 那每一個要件呢 到底成不成立 大家會有自己的行政 那我們還是要尊重司法的一個決定 我想事情還不到最後的結果 最後的結果 當然如果是黃世堅講錯 他真的會去高空彈跳 但是現在還不是時候 我想我們還是要等待最後決定 才來決定黃世堅要不要去高空彈跳 我是覺得以我的信用 這個再等個幾天 等檢方的抗告 我想大家可以接受吧 謝謝 我覺得無法請問這件事情是這樣 他們自罪條例 圖避罪裡面的要件就是那幾個 第一個就是他有這個違背法令的行為 然後最後呢 有做出這個圖避自己或他人的結果 然後最後呢必須要明知這個違法的行為 那這個明知違背法令這個要件呢 其實非常不容易認定 那顯然這個律師團呢是用明知這個地方下手 那我覺得呢就是 接下來就是要看證據怎麼說話 那但是呢這個 因為明知這件事情 在法律上一直都很難認定 所以通常來講呢 在審判過程中 要認定這件事情 本來就不是那麼容易 那如果是要在羈押的時候呢 就要先來認定這個要件的話 我覺得當然是非常的困難 那這就是律師的一個訴訟上的一個策略 我覺得大家應該都是欲以尊重 那那個實踐委員自己出的 如果有一個騎啊 要換人了 你說誰 你是檢查 哈哈哈哈 我覺得這個事情就是這個樣子 這就是為什麼法律真的很不適合 拿來做政治鬥爭 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 是因為呢 在法律上 有時候呢 檢方還有律師還有法官三方想的事情 都會完全不一樣 那這也是為什麼呢 我們台灣司法上獨立 我們要尊重司法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在這幾天呢 大家可以看到呢 司法 還有我們的法務部 還有我們的檢查公安 不斷的被批評 然後說這一個司法已死 檢查系統已死 那現在呢 如果沒有羈押的話呢 難道他又復活了嗎 我覺得這當然是一個 比較不成熟的一個做法 大家應該還是要尊重 不管是賄賂還是徒利 他的要件其實都沒有那麼的複雜 就是那三四個要件而已 那每一個要件呢 到底成不成立 大家會有自己的行政 那我們還是要尊重司法的一個 這個決定 謝謝 委員怎麼看呢 就是有日本選的小列員說 民眾黨支持率是百分之十 2026可能會邊緣化 從回來的確決 我覺得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在台灣第三勢力的 生長的空間 本來就有一些體制上的困難 最終早期的新黨 一直到親民黨 一直到時代力量 還有民眾黨 他們都會遇到自己的困難 那新黨最主要是因為內鬥的關係 親民黨最主要是因為選制的關係 所以其實每一個黨的這個第三勢力 當時的沒落呢 都有不同的原因 所以今天這一個民眾黨 那時代力量是用紅火場 所以呢 那問題是民眾黨到底會不會有這樣的一個原因呢 我覺得還是要打一個問號 是因為當然呢 它的確會有一些內部的鬥爭 但是並沒有到那麼嚴重的一個程度 那第二個就是呢 現在也沒有選制上的一個改變 然後再加上呢 因為下一次的選舉是2026以及2028 現在還有滿長的一段時間 所以呢 用現在的這一個情勢呢 去論斷說 這一個民眾黨呢 是不是因為這樣就會 沒有它的勢力了 什麼等等之類的 我覺得可能還延遲過早 現在很重要的是 他們每一年都還是有1.5億的選舉補助款 他們在立法院還是有巴西的這一個黨團 都還是有非常大的一個輿論上的一個力量 那當然我們還是很希望 不管是第三勢力 然後還是呢 現在藍綠兩黨 我們都能夠為立法院未來 能夠推動經濟 民生 國防 安全等等相關的事件 能夠成熟的交換意見 不要再操作民粹 我覺得才是台灣之福 我以為你怎麼看 就是台灣則也證實說 他自己跟聖經濟來見過面 就是他說這個財團老闆也是市民 怎麼看到 我覺得當然呢 就是說見過面這件事情 那當然很明顯是認識 那他們認識跟他是不是明知違背法令 的確還是會有一個落差 那只能說呢 我們現在呢 現在是一個非常成熟的社會 所以對於呢 一個人 或者說今天一個可能有這個嫌疑的人 他到底知道還是不知道 我們的認定是非常嚴格的 如果大家願意呢 回顧好幾年前阿扁的案件的時候 當時阿扁也是說他不知情 他當時的法院一句話就說 你怎麼可能不知道就結束了 所以呢 我們當然也不希望我們是那樣的一個社會 所以嚴格的去認定 到底他是不知道不知道呢 我覺得這是司法應該走的道路 那接下來他到底跟沈慶慶之間有什麼樣的關係 他們認識以後 到底有沒有討論金華城的事情等等之類的 那我覺得就是讓之後的證據再慢慢說 我想問一下你們看過的 今天在無包請回 然後回黃先生的家 就外界考慮說 他們是不是在途中下路的走向 我想其實無包請回 我們尊重司法啦 那未來會怎麼樣 我們還要繼續觀察 因為證據充分與否 應該是 是不是會交保 或者是無包請回的一個重點 那當然他無包請回之後 馬上直奔黃三三家 到底是要討論民眾黨的未來 還是要討論他的案子 這個我們也不清楚 那當然 最後我們還是尊重司法 那怎麼看像日本學者小議員說 民眾黨的支持度可能只剩下百分之十 未來可能會走向來的就是 民眾黨 逐漸衰退 我想這個是可以預期的事 那柯文哲 事實上以前一直罵藍綠 都是垃圾 那藍綠都有貪污的情況 那其實柯文哲目前看起來 就包括木可公司 包括精華城等等的這些案子 看起來是比藍綠還要嚴重 那當然最後到底他會不會有問題 我們還是會靜待司法仔細的觀察 那我想問一下 請問彭政生 然後過去韓國被罵免的時候 柯文哲一不考慮 派彭政生出來 入選高雄市 然後現在柯文哲有多少 想問彭政生被擠壓 然後想問一下會不會 柯文哲就打彭政生當 給我倒好多 我想彭政生也曾經說過 最後的決定是市長決定 那到底他們兩位之間的關係是如何 當然檢調現在在釐清 所以呢 你要把彭政生當作黃火牆 除非彭政生是甘願 心甘情願 否則就是說他們兩個之間 到底 就是對於金華城的案子 決策到什麼程度 不是現在無法請回 就一定沒事 那彭政生也不見得願意一肩扛起 所以我們還是要做後續的觀察 那我有什麼態度是 黃國昌今天就是偷罵北檢 說他那些收集 也都是荒槍總法違反那個司法制度 黃國昌的標準 如果可以聽那個現在 那個什麼都可以吃 因為黃國昌他現在也失去他個人的信用 所以呢 他講的話 我覺得我們就只當參考就好 可能怎麼看現在 黃世堅的臉書也被網友洗版 要叫黃世堅 對啊 要他對線承諾高空彈跳 我想事情還不到最後的結果 最後的結果 當然如果是黃世堅講錯 他真的會去高空彈跳 但是現在還不是時候 我想我們還是要等待最後決定 才來決定黃世堅要不要去高空彈跳 我們全國所有民眾 社會各界都非常尊重司法 只要是法院判定的 那我們絕大多數的國民都能夠接受 但是這個案子這幾天 檢方就要提出抗告 而且這次法院裁定的理由 有許多是社會各界跟檢方 都一直認為 這部分很容易來補足說明跟證據 所以我個人也是我相信法院的判決 但是稍安誤照 因為檢方這幾天就會提出抗告 而且這麼重大的案子 我舉鄭文燦的案子做例子 鄭文燦也是三進三出 至於我跟柯文燦所堵的高空彈跳 這非常容易很簡單 而且我信用非常好 我相信大家對我去彈跳是很有信心的 只是說我們現在會集剛開始 而且檢方要提出抗告 所以是不是如果這一次抗告 那麼有結論 那我再來做該有的行動 我想這樣子是比較妥當 至於說這個其他實質的部分 其實我想不管是檢方 尤其是柯文哲這邊 柯文哲他心知肚明 那這個事情可能一時半刻 沒辦法散了 因為如果只是實質的以說 那市長非建築都更的專業 那麼他沒辦法全然了解都委會的運作 如果是以這個 那作為無重大涉嫌 我想這個部分 大家會有不同的看法 那如果這樣能夠成立的話 那以後市長都很好當 他也不是交通的專業 也不是財務的專業 也不是建築的專業 也不是環保的專業 那通通都不是專業 那難道就通通不用負責嗎 所以這當然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這一次法院 能夠以全體國民 每一位國民 當有涉嫌任何案子 而法院都是站在 保護國民 保護涉嫌人的立場 除非有很明確的證據的話 否則法院就是以保護為首要原則 那不予積壓 我覺得這個部分 是法院在人權概念上 非常大的一個進步 那這是對的 這是對的 因為我們要追溯任何人 還多的是還有其他程序 其他方式 甚至要補足更多的證據 所以法院是很勇敢做出這個裁定 這是值得肯定的 不過他裁定的這個理由 這個部分 那檢方也應該很容易 就可以舉證來做一些反駁 所以我想這幾天 這出這個司法之間的攻防 也給我們整體社會 那一件很好的 很好的社會教材 所以那我是覺得 以我的信用後 這個再等個幾天 等檢方的抗告 我想大家可以接受吧 謝謝 謝謝 們